一个比较好玩的现象就是说 以前我在荷兰公司工作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开一些远程会 基本上就是大家 因为他有那个video 都会有camera都会露脸 因为你在和对方讲话的时候 你如果是远程的话 你就会就露脸 让大家看到你的面部表现 你在讲话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是在现场的话 就面对面的话 我如果同时在讨论问题 或者在讲什么东西 会看着对方 看着对方的眼睛在讲 可是国内这边是这样的 就是我真的发现 就是我在和一个同事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他眼睛就不看下我 他在看下另外一边 我在跟他讲东西 我感觉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 就是感觉到就是爱财不财的那种 就是比方说他在工作 或者是他在看别的东西 你问他有没有时间 他说有时间 然后我说也要给你 就是我们讨论一个东西 然后他说嗯 然后我要说他脸还盯着电脑 就是不会抬头看我 这几乎是发生在 应该说我几乎所有同事上面 就是他们就是不转脸 即使他们没有在忙一工作 但他们脸是转向另外一边 就是不就是不会那种 对就是对着你眼睛在看你 给你感觉是他根本就没有在 在专心在听你讲什么 或者是在专心 或者是他们感兴趣你的话题 或者是他们愿意和你聊天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不愿意和我讲话 所以我现在也慢慢形成 我都如果不到迫不得及 如果我实在解决不了一个问题 需要别人帮助的话 我基本上就是能不讲话就不讲话 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 同事那种无事让我无语 还有一个 比方说和一些美国纳门同事 开会什么之类的 我们就是现在比较流行入那个 Zoom 然后这个App 入的还是挺流行的 我有发现如果是美国的同事 或者是西班牙纳门的同事 就只要说非中国纳门的同事 非中国纳门office的同事 他们基本上都是开到那个camera的 就是对话的时候都是摄像头的 都是看到对方 基本上 基本上应该说98% 中国的同事 他的那个摄像头是不打开的 他有带讲话 但是摄像头不打开 不露脸 我一开始我真的不适应 因为我一开始是打开 然后发现他们也不打开 然后再讲 那我是不是就要 就要俗话说得好 叫入相随俗吧 因为我以前我还是那句话 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就是 用过这种App 要远程啊 因为以前当医生嘛 从来就没有这种远程 所以那时候没有经历过 也没有给别人同事开过会啊 什么摄像头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在想那可能 国内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 怎么讲文化什么 就是不要露脸 所以我现在近方就是摄像头 就是也说话 但是不开摄像头 不露脸 就是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大家都不露脸呢 很好奇 有一次我这次听到了 可能是似乎是听到了 一个原因中的 至少一个原因吧 至少解释了一部分人 不开摄像头的原因吧 我也搞不清楚 只是乱猜 就有一次五位中几个同事在聊天 他们在谈就是一个 在和一个新的 在招一个新员工 在面试 就是电脑远程面试嘛 当时他们有个同事在说 居然那个面试的那个 人还开着摄像头 然后他说是个女的 他长得漂亮吗 另外我也很好奇 开摄像头 那是不是因为长得漂亮 所以开摄像头 然后就 然后有一个同事说 长得也就那样一般般 之后另外一个同事说 长得那样开摄像头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原话可能不是这样 就反正就是大概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当时听 我当时是在我的座位上 因为离都不远嘛 就带一个去用 我又在想 因为当时我想想我 想就比较近点 我就说 我也是刚进公司没多久 当时我面试的时候 我也是先我这边打开的摄像头 可是我的面试馆没有开摄像头 我回想我 我是不是在我们进来之前 也是被他们背后这么议论 就是觉得自己脸长成那样 还有脸开的摄像头 也不画耳朵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不知道 也许我也被这样议论过 但是他既然议论的 新来的还没有来的人 就是在别人还没有来之前 对一些面试新员工 就这样的一个 一种说是背后讨论 而不是讨论他们的 就是真的能力啊 技术的讨论 还是讨论他们漂不漂亮 就是不仅这个 除此之外 他们招一些实习生也说 就是这个帅不帅 帅的就着急了 我不知道他什么开玩笑还是怎么样 但是不管是不是开玩笑还是怎么样 感觉你如果长得帅点 是给你加分的 我感觉这个公司 你是在招模特吗 我不知道 然后尤其几个女同事 真的就是很兴奋的 就是如果人长得帅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 我无法和这样的人沟通 所以我平时工作 基本上没有任何沟通语言的 也不想 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 因为外貌长得怎么样 或者是 就是被他们这样来加分减分的 我觉得这样的真的 不在我的那个 就是我认知范围之内 然后我也不想都深入了解 我只想就是只是功德上的往来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 感觉不是特别 怎么讲呢 就是是我个人感觉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的一种现象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普及在其他公司招人的上面 或者是对待于 我开摄像头这件事情 就是平头论珠 就是你要长得漂亮 你才有资格打开摄像头 就比方说我现在在多视频 可能也会 有些人会说 长成这样还开摄像头 或怎么样 我确实 确实我有留言 但留言不是特别多 有这样的留言 有这样留言 说我长得像 像个鬼一样 还开着 还多这个视频 我一来都不是你 因为他是个陌生人 但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讲 说我长得像个鬼 哪怕长得像一个怪物 哪怕长得不像人 他说他的 我只要走路 没有吓到路人 我觉得路人至少没有因为我被吓到 我觉得我应该还OK吧 平均水平也OK吧 至少 我说至少我上班的同事没有因为 我这个 我不知道我上班同事跟我讲话都不对脸 是不是就因为长得太丑的原因 我也搞不清楚 总的总而言之 我真的对这种 对人的形象 评头论足 加分减分 这样的人真的 这样的人 这样的文化 这样的公式文化 我真的很不喜欢 我也接受不了 我看你了 好 好 by bwd6